如果在座的讀者他有看过一把亲的电视剧 我觉得真的是必须回去找那个台北人回来看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 然后也可以帮 因为我看在座的讀者都很年轻 可能透过电视剧跟原著小说 可以帮我们就是巡回以前 台湾我们年代的一些历史的脉络 认识可能我们以前 祖父母啊爸爸妈妈的那个生存的年代 是不是 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周三朗读页 大家看名字有朗读两个字哦 其实我们觉得说文字 他在某个程度上面他是平面的 可是如果我们把他朗读出来 透过声音这个的载体 我们把他一字一句的朗读出来 我们会发现文字其实有他非常美好的魅力 那然后今天导演跟宇涵都有特别带了他们一本 非常钟爱白显永老师的小说 那导演是镊子 然后宇涵就是台北人 那他会为我们现场挑选了一个非常优美的片段 然后你要帮我们朗读的 那我们现在是 大家希望谁先开始念的 那我们做个小的投票 希望女行先念的举手 哈哈哈哈 好了那导演了 谢谢大家